所以离开浪漫山的每一个猪椒 其实就印证了现在当下的年轻人 你 我 从小地方出来 到大地方呢 来讨生活吧算是 上了大学 然后想着奔个前程 见了世界 也看到了 什么是好的生活 你现在回去的话 你跟当地的那些人怎么比呢 比不了 人家有人家的圈子 就是已经成了固化的一种圈子 你现在进去以后 你也融入不了 所以其实很悲哀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咱们 奔三的人了 还没有结婚 你想着结婚吗 哎 不敢想 对呀 你不敢想 我也不敢想 为啥 不能保证给自己的另一半和下一代 给一个好的生活条件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 不敢冒这个险 所以你看现在 很多很多大龄青年 以往的动画片呢 他会以大人物的视角来演绎 比如说 宋空 猪八戒 沙僧 这样的视角 那这个动画片呢 你看他以这个小人物来切入 比如说 小猪妖 这不就是我们吗 从小地方出来讨生活 想着奔一个好的前程 可是现在步入工作岗以后呢 被领导各种的PUA 各种的压榨 各种的打压 各种的加班 各种的调放 可是到头来的 你能买得起房吗 北京的房你买不起 所以真的是 回不去的浪浪山 离不开的北京 老猪妖嘛 在那工作了 他妈妈就非常开心 就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 但是他妈妈不知道的是 他其实过得并不快乐 他妈妈问他说 那个你怎么头发都脱了 说工作压力太大了 其实不是 是压仗吧 其实这个就一可映射到我们现在啊 好多父母 孩子 考上大学了 那经常会感慨一句话 我们家终于出了个大学生 但你知道这个大学生背后意味着什么吗 大学四年 认识了比自己认知高 认识了一些大品牌 认识一些穿品牌的一些同学 大学毕业找了个工作 你有房子吗 我有 你有房子吗 我有 你有车吗 我有车 什么车 奔驰 宝马 奥迪 或者说更好的车 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样 为啥 因为这些人跟你在一块呀 你熟不知的是 这些你买不起 我从中间间地在一块呀 你熟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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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觉得没有什么评论